约伯纪第37章 他对雪说,要降在地上,对大雨和暴雨也是这样说。 他封住个人的手,脚所造的万人都晓得他的作为。 百兽进入穴中卧在洞内,暴风出于南宫,寒冷出于北方。 神虚气成冰,宽阔之水也都凝结。 它是密云盛满水汽布散电光之云。 这云是借他的指引游行旋转,得以在全地面上行他一切所吩咐的,或为责罚,或为润地,或为施行慈爱。 约伯呀,你要留心听,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为。 神如何吩咐这些,如何使云中的电光照耀,你知道吗? 云彩如何浮于空中,哪知是全辈者奇妙的作为,你知道吗? 南风使地寂静,你的衣服就如火热,你知道吗? 你岂能与神同铺穷仓吗? 这穷仓坚硬,如同铸成的镜子。 我们愚昧不能沉说,请你指教我们该对他说什么话。 人岂可说,我愿与他说话,岂有人自愿灭亡吗? 现在有云遮蔽,人不得见穷仓的光亮,但风吹过,天又发晴。 金光出于北方,在神那里有可怕的威严。 论到全能者,我们不能策夺,他大有能力,有公平和大义,必不苦待人,所以人敬畏他。 凡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人,他都不顾念。